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将自己完全地与天主白白赐予的爱相结合 他就这样认识一个新生命 并借着复活基督的大能体验了宽恕 信任和安慰 基督的爱催迫我们走向修和 正是取自圣保禄的思想 这位人与天主修和的大使在爱的催破下 大力宣讲天主借着基督赐给人类爱与修和的喜讯 教宗解释道 对圣保禄而言 人与天主修和是一份来自基督的恩典 基督徒的分裂已有好几个世纪 今天我们如何宣讲修和的福音呢 圣保禄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他强调 唯有做出牺牲才能在基督内修和 教宗对此解释道 耶稣奉献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死